每一人都能来带中部的服务 所以从这一季开始 少年和少年和中的学生 每个月都会到广怀古典 来带社区的阿公和妈的服务 尊重是带人来的菜和带饭 让这些老大人都感到很感动 也很欢喜 一位小朋友付这个服务一位顶尾 带他们来的菜和带饭 因为很多阿公阿嬷的严重 并尚时都在外面做工作和设施 这次可以让孙老婆和甘孙老婆的小朋友 让他们感到很感兴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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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饭我们很好 感动 很感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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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很乖 很感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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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常没有机会来这里帮忙 到这里帮忙很开心 希望下次还能来继续帮忙 因为这里的老人有些都是我们学校同学的家长 然后很开心来这里帮他们服务 很感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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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部分呢帮他们做打菜的动作 那让孩子 借这个机会能够做服务学习 替地方的老人做服务 在长者的家里很多都是已经 孩子到外面去上班上课 所以都是独自在家里 那在这里能够再借由一碗饭的传递 能够传递着彼此之间的一种情感联谊 也让孩子能够更深深的了解地方的文化 跟长者之间的一个进展活动 虽然帮忙你的菜只是小小一个动作 不过算让社会上班都感觉很感动 也相当欢喜 理事长也欢迎着新的民众 能够尽量到社区关系这些老大人 记者是不是参加报道